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勇者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化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将愿得受持愿解如乐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今天我们利用几堂课的时间 今天准备给大家简单地解释一下七句七道文的功德 这个七句七道文是梅芳仁波切有解释的一个叫白莲花 那么这个白莲花当中分了几个层次前面讲的是外修法 然后后面讲的内修和密修也就是说 以比较深深的层次来解释的 那么我们这次大概简单地介绍一下前面的 也就是说外修法的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我想也是属于密法的 最好是得过灌顶的 但如果即使没有得过灌顶的话 对密法对莲花生大师一定要有信心的人才可以听说 否则你就觉得这个密法可能是邪道 密法恐怕是不合理的 持有这种邪说邪见的人最好没有必要听说 否则对自相续不一定是有利的 所以我们这里因为每年都是跟学院的金刚道友 还是要介绍一些密法的修法功德还有一些窍诀 这个算是密法当中的也是一种简单的修法 也是一个介绍念诵的功德 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道友有些是因为密法的 历史不了解功德不清楚最后导致舍弃 诽谤有这种情况 所以如果各方面的因缘条件具足 比如说我们语言上没有什么隔阂或者一些文字上 能大家沟通这样其实作为汉传佛教的有些信任 非常有必要了解藏传佛教的一些甚深的道理 这些道理你明白以后对你的医生来讲 的确也有很大的转变和利益 否则恐怕我们没有认识的过程当中很容易 甚深的佛法会放弃造种种的严重罪业就有这种情况 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密法的真相 真正是从它的历史 源流或者根本的一些来龙去灭 这是明白以后我们毕竟都是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他完全明白他的一切情况不容易 人云云云而水波逐流轻易放弃 甚至毁谤 诋毁不会这样的 所以说我们这次也是很多道友很远的地方来到学院 的确求法的心是特别切 但是有些人只是求一个窍诀没有打好基础的话 我觉得密法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有些汉传佛教的弟子刚开始的时候 受种种家庭和环境的影响 对因果证见甚至对密法的了解极其鲜少 长大之后以某种因缘进入佛门 之后就开始修学密法 而修学密法的时候马上得一个最高的修行 但下面的基础没有打好的话很容易转变 甚至退失正见有这种情况时时发生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很多人堕入邪道 一定要先以次第心地了解密法的真相 这样首先应该最基本的有些修法来源 或者是我们修行的这些功德 逐渐逐渐了解之后自己在 首先应该用深入前处可以怎么理解 这样以后自己心相续容易改变 而改变不容易退转这一点极为重要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跟很多道友确实求法的心特别虔诚 平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舍弃了很多的 比如说自己的家庭也好 工作也好 还有方方面面的自己认为是特别可贵的一些东西 全部抛制老河而到一个寂静的地方去 希求正法 希求正法的时候往往都是没有按次第来的话 结果并不是自己最开始所想的那么美好 最终自己也会带来种种的遗憾 所以我们一方面确实也像很多的弟子道友 对藏传密法是有信心的 应该要得受殊胜的窍诀 但同时一定要注意先从什么样的理论或者修法入手 否则恐怕作为传者也最后会后悔的 而听者也得不到利益如果得不到利益 那么佛法再殊胜也是其实对众生相续没有利益 所以为什么佛陀经常在有关经典里面说是因己施教 这一点很重要的 以前印度和藏地的有些高僧大德 他完全了知众生种种的意乐和根机 而随着他的意乐根机更新不同宣说生前不同的法门 可是现在这一点也对很多人来讲有一定的困难 但我想我们总的来讲比较谨慎大家都比较注意 逐渐逐渐让密法的一些真相了解之后 这种人不容易退转确实是我们现在对密法的了解很重要的 否则我以前也是遇到过一些所谓的高僧大德和知识分子 他们对密法也有表面上的一些研究和探讨 可是最基本的有些历史和最基本的有些修法没有明白 这样以后完全成了一种学术和语言上的交流 结果自己相续并没有被密法的甘露法语加以滋润很可惜的 所以很多人对密法一定要有信心 有了信心的话你会明白密法的殊胜性 我觉得这种殊胜性确实不仅是我们所有的佛教当中有 更主要的在密法当中也的确是特别明显了 我本人而言的确是在学习佛法这么多年以来 每次都是对密法的任何一个理论也好修法也好 包括连一些咒语的感应的确是越来越增加信心 增加信心的话自己也认为这是因为真理 以真理的话自己的心也是随之而相应可以这样认为的 而并不是认为因为密教它是很吸引人的 但实际上它没有了不起的一些高僧摩托的教理也好 或者一些修法的殊胜性并不是这样的 真的是我们有智慧的人越来越研究或者修持的话 知道是他的殊胜性 现在我们包括对佛教的工人应该全世界来讲 在很多学说和知识当中也是认为佛教是最权威的 以前我也看过很多书 书里面 尤其是现在一些研究科学工作的人 还有一些对各个宗教比较了解的这些人 他站在很公正的很客观的角度来分析的时候 都觉得佛教的确是非常的殊胜 为什么呢因为佛教一个是他的慈悲观 对所有的众生包括所有的人类也好 对所有的众生平等地对待这一点任何宗教都是不能做到的 还有一个佛教整个智慧的宝容可以说在其他宗教是根本做不到的 很多宗教有暴力的有种种的一些甚至增上烦恼的 这种情况也比较多的因此佛教可以说是 其他的宗教也好世间上任何的学说可以在佛教当中能找得到 而佛教涵盖所有的知识正因为是这样 可能我们这边的好多道友也许清楚 今年09年的7月28号的时候 在联合国日利瓦开了一个世界联合宗教的会议 这个宗教的会议说在上面忏悔的人员应该劝世界的 各大宗教以五大宗教为主的所有大大小小的宗教 宗教里面参加会议的主要有两百多个宗教领袖 他们当时通过投票选举准备发一个世界宗教 全球性的最佳世界宗教奖发这样一个奖品 但后来通过投票的时候很多其他宗教的人 把这种票没有投到自己的宗教而放到佛教上 佛教上最终得到的在全世界的宗教联合宗教会当中 就是佛教得到这个奖得到全世界的奖 所以这是应该在有史以来来讲 全世界非常供认的一个奖 那么后来得奖之后有好几个可能采访的人 对参加会议的这些人当中也做了一些调查和采访 就进行采访有一个研究世界宗教会的一个官 就是有一个人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这次因为佛教得这个奖他认为并不是很惊讶的 因为佛教自古以来从来没有以佛教的名义来发生过任何一个战争 而且这一点跟其他的宗教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佛教徒他所倡导的佛教的今生完全是落到实处 有些人是这样讲的还有其他的宗教他也说是 他特别爱他的宗教但是这次为什么他把票投到佛教上呢 因为他在每次读圣经的同时他也发现 就是为了上帝杀害很多其他的异教徒有这种说法 有些人也有这种说法还有其他有些宗教的人他们也说 虽然他特别爱他的宗教但是他们也是经常害其他的一些众生 甚至也杀害其他的一些人类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因此他这次并没有选自己的宗教 还有些人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宗教当然是很好的 但是还有些人他们认为虽然他是其他的异教徒 但是还是要禅修的就是佛教的 所以虽然当时的忏悔者佛教徒并不是很多的 但是最终全世界当中说是全球性的奖佛教得到的 但后来真正得奖的时候没有佛教的团体来领奖 这个有些人问为什么呢有一个绵甸吧有一个比丘他回答说 这个奖并不是我们某一个团体所领奖的 全世界可以说是人类的有善根的这些众生的奖 因为每个众生都有福星他可能说得也比较高 不管怎么样这个在外面有一个叫做人间福报 人间福报这样的报纸上是很严谨的应该传出来的 然后据说在英文的很多报上面当时也是一直全球性地公布过 这是我们作为佛教徒也并不是认为 哦 因为我们得一个奖就像世间人一样的 我今天得了一个奖通过各种透镜得到的话 自己特别地高兴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忏悔者当中有很多佛教团体为什么不理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无私的精神 我们并不是像其他的世间人一样 为了名为利养或者为了得一点名声 其实不求这一点但是对全世界来讲 或者对整个乃至一切学说来讲 就是佛教的真相供认这一点很重要的 如果你知道佛教有如实的殊胜性 那么我们密宗也可以说在佛教里面 确实也占主导地位 这一点现在有个别的一些显宗法师 不是特别的程序但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以前在这方面了解得比较少如果你越来越了解 那么里面很多的殊胜性它的加持和功德等等 这些是不得不承认的 因此有善根的对大乘佛教有信心的人 应该会逐渐逐渐得以接受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以后对密教的一些 先从基本的一些修法 基本的一些传承上师们的历史 他们的一些行为从各个方面去了解 了解之后自己再去入更深的一些生起子地和圆满子地 以及大圆满大受盈的一些甚深修法 我们这一点一定要把握得住 否则刚开始对密法的很重要 很多的道理根本不了解而直接入于大法 的话有时候我们学密宗并不是学气功一样的 最近我一直认为在座的很多道友 修密宗的此地修加行的基础很好 很多法师和很多道友我也随时经常采访他们 虽然我没有其他的采访工具 但是我随便路上碰到挡着他采访 他们都认为以前有时候理论上接受的比较多一点 那么这几年一边我们了解密法一边自己实地修持 实地修持以后真的感觉到寿命无常一定要明白 啊 上师瑜伽一定要明白 上师瑜伽如果真正是上师的 这种诸佛菩萨和上师的加持融入心的时候 什么法都比较容易的 如果你没有这一点的话 好像全是依靠完全有一种理论或者用一种辩论 以分别念来进行修持或者掌握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很多人的心灵的确是有一种不共的加持或者感应 这一点很重要的 现在可能很多人也是认识得到 让你穿一个密法的话有些人不一定会穿 有些人虽然会穿但是他感觉得到 就是要先从基础开始了解这一点应该有所感应的 所以我们这次也是一边让大家了解一下 密宗当中七句七道文的功德也是简单地讲一下 当然它的内和密还有极为密法的一些修法 的话恐怕我们现在暂时不讲以后方便的时候再给大家提供 这样我们先按照麦彭仁波切的百年魂画的词句 简单地做字面上的介绍吧 我想也没有必要用很多教证理证来给大家阐述 只是让你们字面上了解一下 你们有智慧的人会知道原来这些圣者们的 金刚语言有如是殊胜的加持和力量会明白的 那么七句七道文的解释 白莲花是彭仁波切照的 刚开始有一个翻语的祈祷莲花生大师的 这是第一个祈祷文说三世诸佛的花现金刚词 也就是三世诸佛的花现金刚词 这种本体金刚词在这个刹土当中在众生面前显现海神 也就是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获得了无私的智慧 也就是所有成全上王的痴明王 许得莲花生大师祈求你你应该救护 我们末法时代这些可怜的众生我们越祈祷念师的话 他的加持越猛力那么融入我们的心之后 我们的修行一定会顺利成功的否则的确是 末法时代的时候邪魔外道极其的猖狂 自己的邪知分别念也是随时的涌现 在这样的黑暗时德当中 我想没有依靠一种非常殊胜的强义有力的 这样的一个后盾完全是依靠脆弱的智力 来完成自己的修道有一定的困难 因此我也再三祈求我们的金刚道友们 随时都是要以虔诚的信心和猛力的祈祷 莲花生大师这样以后你的修行会圆满的 三十三种的如来加持之日论开启三心之心念 三说风靡甘美味聚善愿者请分享 这是用一种离人的说法来说明 如来的加持日论的阳光一样的 那么如来的阳光一照射的时候会开启 麦彭仁波切的三星星的智慧莲花 就是心的莲花 阳光开启莲花那个时候会说出来 下面所讲的讲义这个三说就像是蜂蜜甘美味一样的 就是美味家药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一种三说 这种三说我们具有缘分的蜜蜂 具有缘分的人们可以享用 因为眼光开启莲花莲花当中集聚蜜蜂 最后积累蜂蜜 这样的甜蜜蜂蜜让有缘者可以享用 于此堪为三千一切如来之本体 吉祥无尽大事者一切七道文之王的七具金刚语 莲花仁大师有很多很多的七道文 但是所有的七道文之王就是七具七道文 是呈现自身金刚自身的方式成为加持细地的大宝藏 这个七具七道文不是莲花生大师一个 他自己造的也不是对他一个祈祷的 所有的十方诸佛的七道文 他也是在三十诸佛的加持和智慧集聚一体的时候 就像虚空当中我们的一字虚一样的 自然发出声音这样的一个七道文 这个七道文是一切加持一切功德一切细地的来源 或者是宝藏所以下面可能很多人读了七道文以后 读了这个功德以后才知道 我们不说是他最内和密的那种生存的意思 这是外面的 外意 麦彭仁波切在这里讲的外意 真的有些时候不可思议 就是七具七道文有这么大的功德 我们有智慧的人肯定会想到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藏地一百历八个佛藏大师的 所有的佛藏品当中都没有一个 不出莲花生大师的七具七道文的 所以藏地以尼玛巴为主的 所有高僧大德也好 寺院当中 他们共同大修任何一个法在开始的时候 就会念诵三遍七具七道文来开始入手 所以这个的确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只要是诚挚的信心来开始祈祷的话 莲花生大师和十方诸佛以及善根本 护法生等等 所有的这些圣尊全部都是云居 就是在你的面前给你进行加持和灌顶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的确是 在街道上的一个乞丐的孩子一样 这样的茫茫人海当中可能谁都不管他的 如果他这样以爱好声来呼唤母亲 那母亲自然来到他的面前他有安全感 他有一种维护感 所以我们在末法时代的黑暗 每个凡夫人很想把修行圆满成功 可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面 你的修行完全圆满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经常认为上师 护法 本尊祈祷很重要的 下面有一个福藏品的 电话生大师祈祷文的一些功德 我们在字面上解释一下 本马嘎王勤勉用种能拔的福藏品 这个是我们供知永登讲座莫彭仁波切的上师 他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蒋尔群彩文波同事的一个福藏大师 他的传记在邓州佛教时 其他很多历史书里面是有的 所以说的确是他造了光尊者七宝藏他有五宝藏 他所有的作品有九十多号还是多少 我记得他传记里面说是 《功德运登讲座》的功德不可思议 从他的作品方面来讲好像他一辈子都是作书一样的 然后从他取福藏方面的话 好像一辈子都是以福藏法来利益众生 等等诸如此类的 他每一个角度的利益众生和弘法的事业极其广大 不可思议的 他的《福藏品七句祈祷文》的修法当中是这样讲的 自身诸云莲花者如定本作法界时 发心自立金刚声齐聚自身应全清 无量为光宝胜其决无决定边虚空 刹土圣者庄严相 他这里这样讲的刚开始的时候 所谓的自身主义莲花者大事物 入于本所的远离一切习论也好不可言说的法界当中 那个时候因为发心灵和众生的福报力 以发心的自然妙力当中出现七句祈祷文的妙印 那么这个妙印劝勤让它从发生的境界当中 出现无量为力的宝胜显现 然后宝胜大家都知道具有诸尊 眷属 法 世间 有五种决定 五种决定便于虚空便以及生和刹土的庄严显现 也就是说我们宝胜刹土当中以五种决定心来 以自现的方式来对自己的眷属宣说不可言说的妙法 这是描述的前面是法生然后就宝胜 那么这个时候 二十法界五父母离生七句歌全清 极乐世界如海中莲花精端起现身 宝胜通常五不明解脱事业超思维 那么这个就讲宝胜的里面 在这个时候五法界也就是说 这个宝胜父母还有金刚父母以及如来父母 功德事业当五部父母 五部父母以口同声唱起金刚七句的妙音 这个妙音的歌来劝请念诗的宝胜佛 那么这个时候在极乐世界的入海当中出现莲花 在莲花的顶端出现莲花声 这种莲花声我们所谓的通常词也就是说五部莲花声 也是如来布莲花声和金刚布莲花声等等 是五部莲花声 五部名 他的解脱事业无量无边的 这是我们一般来说 极乐世界是半化声的方式来利益众生的 这是宝胜当中出现化声的一部分 那么下面就是讲 福持智慧空行母 百句子俗同声诵 释迦佛陀占卜诸为能弘扬密宗教 七句妙音与引擎密宗密称来缘无尽经 大乐国下之道语 西游莲花之金端 有极乐国将华声共乘念声金刚明 过后有无数无边的百句子前的智慧空行母 智慧空行母他们用金刚七句的妙音来祈祷 一口同声用金刚七句的妙音祈祷 祈祷是什么呢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国土南赞部族为了弘扬 殊殊的密宗金刚请极乐世界的莲花山大师来到人间 这样一一地祈祷祈祷之后结果因缘成熟 释迦牟尼佛的国土也就是说密宗的来源无尽地方 无尽是现在所谓的阿富汗吧 在那里有大那国下的一个岛屿的湖泊里 那么这个湖泊当中出现了非常稀有的莲花 莲花的莲蕾当中出现了 就是由极乐世界幻化处阿弥陀佛的心间幻化处的狮子 在大那国下的湖泊里面的莲蕾当中出现一童子的形象 后来国王昂扎波特来到湖里面的时候 他就已经发现以太子的方式来结束 所以这个人们共称为叫做海声金刚 莲花声大师 我们平时说的莲花声大师的 他来到我们南赞部族也就是说花声来到这边 所以如果真正莲花声大师他的生品要介绍的话 这个是很多高僧大德的一些教言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阿弥陀佛和释迦牟尼佛和莲花声大师也是共同幻化的 这个我们一般的凡夫人也好甚至菩萨 也很难以接受他的不可思议的一些心境 所以藏地也是在历史上 虽然莲花声大师来到藏地弘扬佛法 但是这个时间有些说是最短的是三个月的 六个月的十二个月的十八个月的也有这种说法的 然后总等三年的 六年的 十二年的等等 长的话有五十多年的 一百一十一年的等等 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比较公认的话 像邓卓法王他们在有关的历史当中说 在大多数的藏人和有缘众生面前所显现的 莲花声大师在藏地住的时间应该是50多年吧 国王自从21岁的时候莲花声大师来到藏地 国王是59岁的时候圆起的 后来莲花声大师好像还在藏地带了多少 十六年吧反正佛教师里面有这样的说法 但这样的话有些人说是为什么是 在有些历史当中说莲花声大师在藏地带的时间那么短 然后作者也进一步地解释说 只是有些建成面前实现待的时间很短 但实际上莲花声大师整个学域所有的地方予以加持 如今为什么藏地的佛教完全不衰 可以说各种外道还没有进入 这个原因当时他一些不可思议的神变力和 依靠很多护法声的加持力一直保护着 应该有这方面不可思议的缘起 所以每个道友的确也是对自己的道场也好 对个人的修行得以保护的话 随时都是祈祷莲花声大师很重要的 其实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很多真正的大成就者 在他们自身的修士当中的确也是有莲花声大师的修行 以前在监狱里面有些包括汉传佛教的有些禅师 有些修行人最后圆寂的时候也是实际上了解 他是修密法尤其是祈祷莲花声大师的 当时罗拉霍佛和公嘎霍佛的弟子当中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在后来的一些时代当中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莲花声大师来到人间 在众生面前显现的时候应该这样显现的 他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当时莲花声大师来到人间之后 在众生面前实现的不可思议的种种身相 由种种庄严不同的幻变法来利益众生的 尤其是他为了当时的一些众生和未来的一些众生 在不同的众生的根机和意乐不同面前的一些空性魔 还有一些金刚勇士以及人类 在他们面前宣说了不可思议的无数大秘密的醍醐 也就是说莲花黄花王絮等等 许许多多的经典 续部 理论 窍诀等等 为了不同的众生面前就宣说了非常多的法要 即善根本 约一体 本心念事之修法 一切之本极其举 本极其众心事举 道未极为其举之 生意其才果圆满 刚才讲了在不同的众生面前 都宣说了不可思议的经续窍诀法门 但是这些法门全部集续起来 其实善根本就是上师空性本尊的法门 这些法门如果我们再把它归纳 全部是上师莲花生大师的修法当中 而上师莲花生大师的修法 也是在每一个佛藏品和每一个大师的作品当中 又有不同的修法 比如说莲世寂静的修法 愤怒的修法 寂静的修法里面 每一个佛藏品的修法都是不相同的 但是这些全部如果我们又归纳起来 其实根本就是七举七道文 我们很多人都不会修 所以你修这个念识那个念识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很多人都念七举七道文没有问题的 我看以前有一个人他的念识方式是这样的 有些他的法音跟我们这边的音有点点不同 但是他自己认为是这样的这种法音 是他的上师传的那上师传的话也可以 应该每个法音各个地方可能念识的音都不相同 我们有时候看到拉萨一边的念识方法跟 我们这个康曲佛还要多康啊 好几个地方的音完全是不相同的 好像很多地方就有点差别的 但是就像我们以前讲的金刚诀一样 意识上只要自己心清净的话 我看如果定一个真正的标准有一定的困难 比如说我们汉文的嗡玛丽宝门洪水 然后让香港人按照他的口音来读一遍 根本不懂普通话的人广东人用他来读 甘肃人有他四川人每个不同方言的人 他如果没有一个普通话的标准 那么每个人读的话他每个人的法音都可能不相同 啊 不相同 所以你不能说是甘肃人说的是标准的 香港人一点都不标准的话那没有道理的 应该我们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音发出来 所以这里七句祈祷文所有上师的这些本尊的修法 全部都已经包括在里面那么七句祈祷文其实 祭道过的一切法都已经具足了 比如说我们极为所有的七十句所舍的一切法 道尾的七觉知所舍的一切法 果尾的七生意 七财的所有的这些果法 全部都可以包括的如是唯一 赐金刚 妙音 劝琴莲花我 立即降临欲加持持大智慧 智灌顶 如是以金刚七句祈祷文来劝琴 祈祷 或者特别好听的一种妙音来祈祷我 如果祈祷我莲花生大师那么立即就来到他的面前 立即降临这是金刚语 立即来到他的面前进行对他加持 并且赐予大智慧的灌顶 我们现在有些道友天天都是找不到上师灌顶 一直到处都去打听 很多上师也是比较忙身体不好还有种种原因一直不灌顶 这样你们就求莲花生大师灌顶 天天念七句祈祷文他也是用智慧声来到你的面前来进行灌顶 只要我们有信心的话决定也是得到加持和灌顶的 他这里也讲智慧灌顶 三根本尊如云居无碍赐予二细地真实觉受蒙知我 什么 红光阴绕妙相依 那么我们通过七句祈祷文来这样祈祷的时候 上师 本尊 空性所有的善根本就像是 云居般的已经涌现在自己的面前予以加持 无碍的 无有任何障碍的慈欲共同悉地和不共同悉地 还有自己也是通过这样的修行之后 真实莲花生大师和一些本尊加持的感应 决数出现的或者梦中也是得到的 我那天翻译的过程当中确实真是不敢说的 但梦中一直是在这个翻译的过程当中很多次很多次 梦中还是做梦莲花生大师 但这个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高的境界 我们每个人就像《无垢王尊者窍诀宝藏论》里面说 如果每个人修的话决定是得到的有六种法 当时怎么讲的如果法修的话决定会得到加持的 反正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决定得到的 所以我们有信心的话每个人都应该得到的 这种感应也好它的加持也好 灌顶也好 只不过是我们不修而已修的话每个人都会得到的 还有出现你在修行官方的周围 出现一些红光或者妙香等等 同时你这样七七七道文来修持自己也经常听到一些 一些发出的一些古声 天人的发古声 以及护法空性的种种音乐声 以前有些修行人在他的山东也好 官方的周围经常听到种种的妙音 还有自己的身体 语言都受着大的加持 以前你身体特别不挑顺 但你通过修行以后很挑柔的 然后自己的语言以前各方面都是不注意 通过一个有加持的法修完了以后完全语言也变了 然后心里也是以前烦恼特别的深重 但后来通过莲花生大师特别强力的一种加持 入于自己心的时候原来贪心很大 嗔心很大 痴情很重 那一下子完全这个人已经改变了 这是我们修行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都是改变特别快 这就是诸佛菩萨加持入行的一种缘故 受大加持还有些根据比较好的 他的觉醒妙粮顿时可以出现的 通过修行以后马上已经开悟恍然大悟 而且在那个时候所有的鬼神八部全部都是 你随时都有什么样的命令不但他们不会害你的 而且所有的护法神鬼神都是经常帮助 让你弘法力声事业广大 理解缘者 厚为利 受之持命之第一 欲念化我成无别撒玛雅 通过这样的念识七经文来修持的话 利益无量无边的凡是与自己结缘的这些众生 我们现在有些人就不能帮助他们 如果你自己有一定的修行境界的话 对你好也好 对你不好也好 凡是与你结善缘恶缘的这些众生都可以得以帮助的 而且自己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威力 我们有些人现在说话的威力也没有发心的威力也没有 天天都是好像怎么说啊 做一点点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违缘特别大 一直是不能善事善著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有时候可能业力比较深重 还有有一些鬼神 一些魔众经常也是扰乱自己的相续 但有了这么好的法门以后自己获得了威力 很快的时间当中到达痴迷过云莲花生大世无二无别 然后下面说 这里有个我旧 我旧真是三根本有大海生金刚生 受持幻化妄想者相应圣戒而祈祷 他说 我就是真实的三根本 莲花生大世无我旧真是三根本 也就是说在众生面前在莲花海里面出现的莲花金刚生 那么受持大幻化妄想 他是在众生面前受持幻化妄想的 如果我们对他所有的功德生起心结而愿意加持祈祷的话 莲花生大世我们愿意对他祈祷的话 赐予彼同窒息的果为利益精君称 后代所化之弟子取出薪水 赐教诲 如果我们祈祷的话必定会得到相应的席弟 我如果特别上等的祈祷我会得到上定的观点和价值 我中等的祈祷我会得到中等的价值 所以为了利益当时的这些君臣和后代的所化弟子 莲花生大世当时也是取出了薪水般慈悲的教诲 为弘因比圣福藏着实出现我幻化 二十倍若发愿力显现光明表示闻 聚会这是调化法利益众生光无边撒玛雅 那么当时这样的教会 莲花生大世这样的教会是没有加以弘扬的 当时进行佛藏并且授记未来着实的时候 莲花生大世的说话也就是说 贝若扎拉的发愿力依靠光明文字或者空性文字出现 那么一般来讲莲花生大世当时的一些七句七道文都很殊胜的 包括我们刚才功致仁波切他的七句七道文的这些修法 很多都是隐藏在大海里面或者虚空当中 或者直接在深山里面等等有许许多多的 莲花生大世前往罗刹果以后有些历史上面说 空性母与西作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 莲花生大世的所有深深的教法全部都是隐藏全部都是佛藏 后来还有鸟加纳格玛尔 贝若扎那 纳纳密西斗迹还有布玛玛尔等等 他们也把特别殊胜的这些密法全部都是加以隐藏 后来有缘的这些佛藏大世进行开举 其实这样的佛藏到时我们方便的时候 也给大家讲一下佛藏法的一些殊胜特点 因为其实在显宗当中也是有好多经典里面 当中法王的佛教师里面引用了好多经典大河流经 有几个经典的其实显宗里面也是所谓 当时释迦牟尼佛有些特别殊胜的法 隐藏在某一个地方后来某某某人来开始开取的 但是这种教理在显宗当中是不广的 而莲花生大世的教法里面特别广 所以我们现在后来有些佛藏大师的那些佛藏品 读了以后的确是生很大的信心 在藏传佛教当中最公认的 最出名的有一百里八位佛藏大师 专门有一个佛藏大师传记 我们现在的佛教师当中 好像登座佛教人里面可能有一部分吧 这个里面像慈悲光尊子 公知仁波切 蒋安君贼王宝 麦彭仁波切全部都是属于佛藏大师里面 因此我们现在如果懂得了藏传佛教的佛藏的甚深含义 同时也了解到经传的不是原传是经传的 其实经传的话很多的破誓言还有一些 弟子与上师之间种种的辗转这些都是没有的 直接是莲花生大师通过加持以后把法隐藏在什么地方 他也同时收集某某某弟子道士趣 后来他通过发愿力和弟子的发心力 因为以成就力以种种的因缘成熟 但后来确确实也是世间地点已经各方面的因缘成熟的时候 把这部法去取出来利益众生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应该知道 七句七道文的很多上师修法 那么后来佛藏大师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有些是回忆前世的方式来开始造的 以前法王如意宝去不丹八卓大藏身上 其实八卓大藏莲花生大师当时显现愤怒相 骑着老火降伏魔众的圣地 当时上师如意宝到了那边以后 我也是以佛藏的形式来开取了莲花生大师的蒙修法 后来《传记》里面也是有你们方便的时候再看一下 有时候我们对密法除了分别念的境界以外 还有很多的甚深道理 所以后学者也这一点也不得不了解 这个佛藏品里面的内容我做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次我们不光说吧 只是让你们对密法有信心的人 字面上了解一下看七句七道文师到底有什么样的功德 然后我们讲完了以后很多人都可能 不管是走路也好 吃饭也好 天天都是念七道文会这样的 而我经常看了一本书以后暂时特别有大的信心 然后凡夫人过了一段时间又容易变 但是你如果从根本上理解的话 虽然有一点点变化但大的方面不会变的 所以我想对很多人来讲末法时代的时候 祈祷念好生大事的确是很重要 这一点希望你们也是好好地思维 我们也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学藏传佛教的 所以一定要把藏传佛教如何如何弘扬 这都是没有 只要对众生有利的话这个佛教也好 不是佛教如果是外道的话 我们觉得对众生最有利的就要公平地去弘扬它 去发扬它 这就是最唯一的目标 所以我们对每个众生今生来说 最有意义的到底是什么法 每一个人来讲应该值得观察或思维 好 讲到这里 先评 讲到这里 明镜头跟 couple安 最后的小谅 再拍一张电视频 描决进在这里 我让每个人来讲 我在不过个人 车闻 再拍一张电视频 再拍一张电视频 我找你